为什么抄底对抗不刷新信号枪呢? 抄底对抗里刷新经典模式极大多数枪线,可唯独不刷信号枪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原因有三个 1.会让次元极客没人用 抄底对抗里有一个职业,他的技能就能够获取空头装备,他就是次元极客 大招次元补给仓里有很多物资,包括空头枪和装备 抄底对抗里已经有普通空头了,如果再加入信号枪刷超级空头,那次元极客还有存在的必要吗? 2.两极装甲车在抄底对抗太弱,信号枪不仅能召唤超级空头,还能召唤两极装甲车 但两极装甲车在抄底对抗太弱了呀,首先升级都会增加攻击力,两极装甲车根本不耐打 其次,抄底对抗里有太多强力技能了,比如火箭小子的空爆榴弹,爆破上位的几树炸弹等等 跟加入两极装甲车也是火把子 3.不想喧兵夺主,抄底对抗玩的就是各种职业,还有里面的插件系统 如果加入了信号枪,那就有超级空头,玩法就累加太多了,根本没必要,所以不加入信号枪是很正确的